最近的冬奥会大家都看了吧 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冬奥会上最重男轻女的一个项目是什么 那这期视频呢 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重男轻女的项目 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 美国有一位叫凯瑟琳·杜威的女子雪车运动员 她在1940年的全美雪车锦标赛当中 分别在双人雪车和四人雪车的比赛当中 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这个事情在当年来说 可以算是一个绝对的深海炸弹 因为当年呢还没有所谓的男子雪车和女子雪车 就是男女混在一起比赛了 所以这个杜威在决赛场上遇到的这个竞争对手 全是男性 也就是说他是从众多男选手当中脱颖而出 摘得了两枚金牌 这个事情呢在当时对女性来说 可以说是一种特别长脸的事情 不过呢好景不长 自从这个杜威获得了金牌之后呢 马上官方就出台了一条消息 说这个以后女性啊就禁止再驾驶四人雪车 那官方呢给出的理由是 女子驾驶四人雪车的时候呢 还会造成你这个子宫脱落 你以后就生不了小孩了 所以出于安全的保护 以后女子就不要参加这个四人雪车的这种比赛了 然而官方的这个说法 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依据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当时在男子制霸的车类竞速项目上 竟然破天荒的出现了一个女性冠军 这着实呢就让很多男人觉得 自家的祖坟被跑了这种感觉 后面呢随着男女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 到了2002年延护城冬奥会的时候 奥武会才决定在雪车项目中 开设一个女子双人雪车的项目 不过当时呢 这个男子不仅有双人雪车项目 他还有四人雪车项目 所以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啊 这个男女平等可谓是任中道远 然后呢时间就来到了今年的冬奥会 你会发现男女算是一定程度上的平等啊 因为本届冬奥会上呢 新增了一个女子单人雪车项目 所以现在呢 男子有两个项目 双人和四人的 女子呢也有两个项目 这个单人和双人的 看起来好像就很平等啊 其实呢这就像是一个现实的缩影 表面上看起来男女平等了 但实际上还有很多不平等的地方 别看都是雪车项目 这个单人雪车和四人雪车 它这个区别呢就如同这个公园里的卡丁车 和F1赛车的区别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说 这个四人雪车不就比单人雪车长一点吗 哎他们之间的差距怎么会如此之大呢 那这里呢我们就来好好盘一盘 这个里面的门道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 影响雪车速度的三个主要因素 第一个呢就是起步的时候推车 谁把车推得更快 谁就有先手速度的优势 那第二个呢就是运动员的开车技巧 比如如何在过弯的时候跑出最佳路径 就是要将碰撞摩擦 降低速度的损耗 以及过弯路程全部都降到最小 这前两点因素呢都是运动员可以把控的 但是到了第三点因素呢 就是运动员把控不了的了 这第三点因素呢就是这个雪车本身 而对女子单人雪车来说呢 他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每个人用的这个雪车都是标准款的 大家都用的一样的雪车 但是在男子四人雪车比赛当中呢 大家可以用自己打造出来的雪车 如果有朋友看了前两天的雪车比赛就应该知道 这个四人雪车第一名和第二十几名的差距 几乎不超过两秒的东西时间 前几名的差距呢甚至是在1%秒之间 这就让很多国家的雪车队 不惜在雪车设计上砸下重金 以追求那0.0几秒的速度提升 这就让四人雪车这个项目变成了冬奥会上最具科技含量的项目 我们这里呢就拿中国队的这个红旗雪车来举例 一般的雪车队呢都会找汽车生产商来为自己设计雪车 但是在中国呢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中国的造车水平 说实话也不太敢恭维啊 所以造雪车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呢 就被交给了航天的部门 所以中国的雪车红旗 它的外形设计与优化用的是造火箭的技术 车身的材料呢用的也是国产的T800 宇航级碳纤维复合材料 听名字就知道也是航空航天材料 那这种材料的特点呢就是重量更轻 强度硬度更大 它这种强度性呢 号称比平时国家队用的装备材料至少提升了一倍以上 就这样一辆雪车官方给出的造价呢 是在人民币30万左右 那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小贵啊 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 其实这30万背后呢 还没有包括什么研发呀 背后的人工费用啊这些 那些费用呢可以说是一个天价啊 就由国家默默的支付了 然而就是这样用造火箭的技术设计出来的雪车呢 其水平也只能算是今年参赛的这些雪车当中的终上水平 但是这个差距呢并不是插在了雪车制造的技术上 而是插在了科技和运动员的配合上 其实每一个有实力的国家 都可以凭借软件打造出非常符合空气动力学的雪车 但是这里所说的符合空气动力学 是指符合直线运动的时候的空气动力学 当雪车在过弯的时候呢 它其实每次过弯的这个曲线啊都不太相同 有的时候呢甚至会在弯道上发生一些侧滑啊 或者打滑这种事情 所以说它在过弯的时候 所说的这个空气动力学的条件呢就会发生变化 以至于想要提高雪车在弯道上空气动力学方面的表现 就需要设计团队不断的去研究运动员的数据 不断的做微调 所以四人雪车真正的参赛人员 除了雪车上的四位运动员之外 还有他们身后的一个设计研发团队 根据美国雪车运动员的爆料 他们一辆雪车 算上人工费用和研究费用的总成本 可以达到25万美金 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 女子单人雪车一辆的这个成本呢 也就只有1.5万美金 说到这儿你还觉得男子四人雪车和女子单人雪车 玩的是同一个游戏吗 如此客进的项目啊 也让众多的国家直呼玩不起 全世界有200个国家 真正在玩这个客进游戏的呢 只有22个国家 而且22个国家当中呢 真正玩得起这个项目的也只有21个国家 那剩下的那个国家 就剩下的那个雪车队啊 就是四人雪车当中的奇葩和明星般的存在 就是亚买加雪车队 这亚买加能出一个雪车队 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离谱的事情 因为亚买加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常年都是处于热带这种环境当中 常年都是30多度 没有雪的这样一个环境 亚买加很多人估计连雪长啥样都不知道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出一个雪车队呢 这还得从90年代的一个叫 德文哈里斯的少年讲起啊 当时这个叫德文哈里斯的亚买加小青年呢 就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对于他这种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 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 只有通过奥运会这样的一个舞台 于是呢 他就开始拼命的练习短跑 练习田径啊 然而呢 由于亚买加的田军运动员实在是太内卷了 像什么鲍威尔啊 博尔特啊 那全是从亚买加出来的 我们就可以知道亚买加在这一块 是有多么的内卷啊 所以结果呢 也是可想而知啊 这个德文哈里斯呢 早早的在预选赛就被淘汰了 不过上帝好像总喜欢给人关上一道门的时候呢 就打开一扇窗 这个德文哈里斯呢 有一天看体育快报的时候 就看到了一个 四个人跑步冲刺推雪车的这样一个项目 他当时呢 就觉得这项目还挺好玩的 然后一看 当中还没有亚买加队的名字 后面才了解到 这个亚买加队没有人参加报名这项项目 于是在此刻 他便下定决心 要代表亚买加队啊 在奥运会上征战这个项目 于是呢 他就找到了几个和他有相同经历的 这种落选的田径运动员 他们就组成了第一批亚买加雪车队 当时哥几个呢 就脱关系啊 请到了当时正在亚买加休养的 前美国雪车冠军人来当教练 那由于没有冰雪场地和雪车这样的设备 他们就靠推汽车来训练 那由于很多人没见过冬天啊 他们就把自己关到冰柜里面 来进行这种抗寒训练 几个年轻人就这样信心满满的训练了 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发现了 他们这条路上终归还是有那么一条拦路湖 因为最终他们得知 他们如果要参加冬奥会 就需要至少花几万美金来买一台雪车 这个时候他们都沉默了 想着这么长时间的努力 终归是要白费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这个平时不正经的教练出来了 这个教练就表示 他被这几个年轻人的执着所打动了 于是他就动用自己的关系 就给这几个年轻人搞了一台 别的雪车队报废下来的二手雪车 于是终于在1988年 卡尔加里冬奥会上 几个小伙子终于完成了 进军奥运会的梦想 虽然当年他们的成绩是垫底啊 虽然当年他们的成绩垫底啊 但是现在的亚买加雪车队呢 已经好几次冲进了前面几名的位置 他们甚至还创造了最快起步推行的记录 其实他们的这些成绩呢 原不及他们带给全人类精神上的荡底 他们的出现很好地诠释了奥运精神的内核 参与比获胜更重要 有的人站在那里 他就已经赢了 而有的人即使获得了金牌 他也没有赢 他也没有赢了 不ded 他也没有赢 你也有 ск결 那么能因此 员 天上 啊 雨 他真的不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